部长 谢谢部长 董伟你好 部长你好 今天这个 这个经济部主管的由政府捐助 给我投资超过20%的财团法人 跟转投资事业 其实这个法人跟事业非常之多了 那么可谈的 其实也很多 但是我现在先把焦点先放在 我们这个捐助的 财团法人 放在这个上面 就是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说 当然这个财团法人的 形态 跟他的业务 也都五花八门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们说 政府捐赠 成立 财团法人的目的是什么 基本上都有他一个 在经济部考虑 都有他经贸经济发展的目的在里面 是那我能不能跟人请教 我从里面特别 这个看到有两个 这个性质啊 其实有点接近了 一个都有相当的历史 一个是中心工程顾问社 一个是中继社 我想这两个财团法人 您都非常清楚 他们是由政府一次捐赠 成立的这个财团法人 他们的目的 各是什么 那两个社成立的很早 对 那么当时的背景 当时的背景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大概三四十年前 那时的背景 中继社是为了 石化工业的发展 是没错 那么中心是为了 电力事业的发展 是 大概是这样来的 那现在哦 这两个财团法人 也分别去投资了 其他的事业 对不对 是的 中心工程顾问社 它最重要的一个 它的转型 跟投资最重要的一个公司 是不是中心工程顾问公司 本来中心工程顾问公司 在中心设置合在一起 对 后来 整个的 以后的发展的需要 把它切开了 没错 把它切开 大概是这样来 所以它是转型的嘛 对不对 那中继社是中顶工程 这个上市工程 中顶工程的最大的股 目前还是最大的股 目前应该不是最大股 已经不是最大股 因为经过几次的事故之后 它大概就降下来了 从2006年就卖了很多了 对 一直降下来 开始一直卖嘛 是的 到现在大概是 占几% 可能我们要中继社 今天好像有人在的样子 中继社没有人在 现在占多少 中顶的百分之几 现在占百分之九 是不是最大股东 不是 现在最大股东是哪一个 那时候是中顶他 那个董事长请在这里说明 大家听清楚好不好 谢谢 因为我知道已经不是 大概是几年前就 就因为一时 我知道 失掉了 是的 那原来 因为中继社去买高铁的那个特别股 后来把那个股票试吃 那卖给这个摩根斯特尼 那后来 所以现在这大股东是外资嘛 对不对 对外资 那我现在要请教一个问题 跟部长请教 这个主任请请请请请留步 就是我跟部长请教就是不管 中兴工程顾问公司 去年应该是赔钱了 对不对 中兴工程顾问公司今天 应该有人在做 是不是他想 曹董事长在做 是 来了 曹董事长来了 我们请曹董事长报告一下 好不好 中兴 是 委员好 我们去年最后盈余7500万 还是赚钱 那我要请教就是说 中兴工程 即便我知道你们去年很辛苦了 对不对 你们好像也去这个被 被也赔了一笔钱了 是那个马祖的工程吗 对不对 那么中兴工程顾问公司 即便在这么辛苦的状况之下 到去年还是赚钱 去年之前都不要讲了 都赚钱对不对 那中典就不要讲 中典赚大钱了 对不对 中典现在不但赚大钱 你们中典现在还 去转投资一家叫万鼎 对不对 对不对 万鼎要做什么 中典的转投资工程 好像好几家 好几家 其中这个最新的这个叫万鼎 万鼎要投入什么 万鼎已经成立很久了 很久了 他是做那个 大地工程 万鼎是做 你们现在万鼎去投入房地产不是吗 他就是大地工程是这个 现在万鼎有没有做房地产 这个因为 中典他的子公司有这个几十个号 所以你不晓得吗 这个比较详细的 对不对 你们中继社 你是中继社的 你是中继社嘛 对不对 是 对不对 所以你不了解嘛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 现在的股市新闻啊 说中鼎的利多是因为他成立了万鼎 他要现在要投入房地产嘛 他现在要在新庄各地啊都有案子 他投入房地产 好现在跟部长请教就是说 我们当初啊 政府捐助 这个成立这个财产法人 不管是中继社也好 不管是中兴顾问社也好 他都有他的 那个时候可能时代的需要 是的 那现在呢 他们纷纷去做起啊 那个时代的需要 其实是已经不太一样的 是的 的事情了 是的 有两个 我觉得应该要讨论的 一个就是说 现在呢 这个财团法人 他们都去转投资了 转投资的公司呢 都在盈利了 都以盈利为目的了 那么过去呢 可能因为民间的这个产业 相关产业不发达 所以呢 也一方面 也是国内 譬如说工程设计上的需要 一方面呢 也补这个缺口 但是现在呢 变成我们 去捐助成立的财团法人 他们去转投资的公司 现在开始跟民间竞争了 竞争它也占优势 因为它最早 所以当然赚钱了 第一个要跟您请教的是 这个后来赚钱的 这些领域 跟当初我们捐助这个财团法人的宗旨 是不是背离 第二个 他们去转投资的这些 相关的子公司 可能都赚钱了 不管是在太阳能 不管是在房地产 不管是在工程的设计 终顶不管从设计 做到这个工程的施作 赚大钱 不管他们是不是 有没有上市 或者不管这个财团法人 还是不是他最大的股东 第二个问题是 这些赚的钱 是回到这个财团法人 没有回到国库嘛 基本上像中顶 假如政府 目前刚才提到 他只占中计社 只占9%嘛 对不对 所以他知道 那个股权比例是分配 到中计社 到中计社嘛 是的 所以就不会回到 因为这个跟国营事业不一样嘛 不一样 我们这是一次捐助的财团法人嘛 政府这笔钱 给了他 他就拿去啊 开始后来去投资去赚钱了 这个钱没有回到政府啊 当然我知道 根据财团法人的规定 他不会回到政府 他不需要 因为这个 他要从事公益活动 是的 他要从事公益活动 他这个所谓的从事公益活动 是他自己的认定嘛 我不 我不用不是说 这个钱就放到私人口袋去了 只是这个钱捐出 政府捐出去了 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 让他壮大 让他变成一个盈利事业的控股的单位嘛 对不对 他后来去成立子公司 他赚了钱回到这个控股的单位 政府对他的走向 那有没有任何的控制 基本上我们的这个管理啊 还是针对财团法人 针对财团法人 就财团法人 有没有符合 他原来设置 或者设置目的改变之后 他后来做这些转投资 有没有符合他 我就问到 回到这个就重点了 回到第一个问题嘛 有没有回到他当初成立的宗旨嘛 就回到 所以我举个例子嘛 像宗鼎去投资万鼎 万鼎是在炒 在炒房的啊 做房地产的啊 但是呢 经济部在这边 我们是看中立社 跟看中兴社 这两个财团法人 是吗 那么中立社来讲 所以他 你政府捐了钱 他现在开始做的事情 是开始去炒房地产 开始去投资 盈利事业 所以我们当初 希望他 可能一部分扮演 国家的产业发展的战略地位 这个目的说不定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你现在可以管的是 管中立社去管中兴顾问 他投资来投资去 他这些投资的事业 你管不着啦 我跟委员报告是说 这些投资事业 在 要投资 就是说 财团法的转投资 不是 转投资再转投资 那有好几个层次 那像中典来讲 他还是个台湾最重要的工程顾问公司 跟中兴顾问 他的基本功能还是在的 不 他一样跟人家投标嘛 当然当然 对不对 他所谓的投标就有竞争嘛 但他的业务方向 因为他最大 因为他最早 因为有政府支持 在民间还没有起来的时候 政府寄住 他就长大 他长大之后 他赚了钱 他开始去投资其他的 可能跟当初我们期待他扮演的角色 其实是不一定相干 因为他的目的是在盈利 是在赚钱 所以我们回到最原始的 那一个目的 当然那个时代很早了 可是你作为主管机关 你就开始要去衡量 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当初既然是做了这个捐助 到现在 整个的发展 他可能变成一只大章鱼了 他的八爪已经伸到 你已经不晓得 他什么样的一个领域去了 这个部分其实 我们要去思考 这个法人的问题啊 今天不是 您带了这些 这个这么多的 这个这个这个法人的代表过来 然后 报告了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业务跟财务报告就算了 我要请部长 回头去思考这个问题 谢谢 这个不是说 你有这些位置可以去分配 或者这个政府有 好多资源可以用 可以分配位置 之余啊 这个严肃的问题 还是必须要来探讨 好不好 谢谢 谢谢 了解